上個禮拜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 大概就是 Jason這個格式 這個格式的解析其實還蠻 相對於那個CSV來說 是複雜非常的多 那各位上禮拜應該有 大概看到那個 Jason裡面的話 它裡面的符號其實非常多 基本上大概不外乎就是 中瓜湖就是串列 然後大瓜湖的話就是字典 那大瓜湖裡面的話一定會有冒號 前面是Key後面是Value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概念 然後我們要把資料取出來 就相對簡單一些些 但是那個Jason格式比較麻煩的地方 不像CSV每個地方都長一樣 就逗點逗點然後換行 逗點逗點換行 那可是Jason不一樣 它每一個檔案長的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解析它的時候 那真的就是會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以前的做法是直接看那個 那個原始碼 可是原始碼看的蠻辛苦的啦 所以我是蠻推薦各位 可以先把那個原始碼 我是Ctrl A C 然後直接貼到那個JasonEdit上面 然後呢你去找出它的一個結構 並且把它的Key找出來 所以我們不是有GET的什麼 比如GET的 它是在第二層裡面的Recourse 所以我們就是先把這個Jason先取出 變成一個物件 然後再利用那個GET的方法 再去取得它這個Key 然後呢 Key後面的Value把它取出來 然後再逐一逐一就分析啦 相對會簡單一些 不過其實還是蠻複雜的 那這個格式的話 當然目前可能 你們遇到的機會 並不是那麼大 不過未來我是覺得像這樣的格式 會越來越普遍 那我上個禮拜提過啦 很多的那個資料交換 API都會用Jason 那像那個我有提到 ChurchVT裡面 它API的資料交換也是用Jason 你會發現這個Jason 只要你將來接觸的資料量越大 那你這個格式越來越重要 所以未來如果假設你遇到這個格式 你沒辦法解析的話 那當然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上個禮拜的部分 你們其實可以參考那個 0601的這個部分 那這裡面的話當然我有提到啦 比如說包含就是說那個 上個禮拜的範例像抓那個 抓這個 API 有沒有那個 幾個資料 包含就是說呢 我們的 它這個裡面的話 先把資料先抓PM2.5 先把資料抓下來之後的話 再去get這個recourse 因為我用分析的結果有沒有 右邊這邊的話 左邊的部分是那個 JettingEdit裡面的一些符號啦 不過可能慢慢習慣那個 JettingEdit上面的訊息 然後對應到的程式 如果可以把它寫出來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倒也沒那麼困難 最後其實 因為要把它變成Excel 所以呢 最後其實你只要取出它的Value 然後把它轉型 有沒有 Value 它的Value 因為它是一個字典嘛 然後裡面的Value取出來之後 再把它轉型 那記得要外面包一個List 轉過來 結果就是一個 串列 那有串列之後呢 你要轉Excel 就簡單了 之前 就是前幾次上課的那個內容 所以每次每次其實都有互相關聯性 那當然呢 如果你 把它變成那個 一個串列之後 那你要把它變成 CSV檔案也好 或者Excel 或者是 資料庫 其實都 蠻 應該我想 你可以參考前面的部分 應該就比較不那麼困難 OK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畫圖 然後我們有畫一個簡單的圖 用那個MathPryLab 所以這個也要安裝 那只是說有中文那個 亂碼的問題嘛 所以後來我找了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要畫圖的話 其實只要加一行 就這一行 跟它講說呢 你的那個字型的參數 是這一個 這個我記得是 應該是中黑體吧 微軟中黑體 它就會 用中黑體的字型 去顯示 不然的話它預設是用那個英文的字型 那會變成RUN OK 那當然如果你要畫個折線圖的話 就是折線圖 橫軸 那必須給它時間 重軸的話給它數量 所以需要兩個串列 那給兩個串列之後 就可以把圖給秀出來 當然未來如果你要存檔 其實也OK啦 或者你要想要把它做其他的動作 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折線圖的話 是用Prot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那個 直條圖的話 就是Bar 有沒有 那未來其實有蠻多的變化啦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希望做更多的圖形的變化 第十二個單元裡面其實也有 甚至可以畫那個 植母圖 可以畫那個 就是類似像Dexport一樣 你可以把它畫 相對複雜的圖形 這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那其他的話 還有改成那個人口密度 這個其實也是Jason 那在那個開放資料裡面 Jason資料 超過一萬種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們有時間的話 反正多練習啦 我想 你如果練習幾個 三個五個 我想你慢慢應該就越來越熟練 你又遇到那個Jason格式 應該就不用擔心了 OK 所以 細節部分的話 可能就是自己再回去看一下那個 影片部分 看一下 上禮拜的話就七段 最後其實有講到XML XML的話呢 這個格式比較特殊 處理的方式 當然有很多的 這個 模組可以去使用 但是問題就是說 XML這個格式 如果其他模組 用起來其實沒有我 這個地方用的 這個叫Element Tree 來的簡單 不過這個Element Tree 有個缺點 就是說呢 它只能解析檔案 它不能解析 給它的一個 比如說一個字串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解析一個XML的話 那可能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你可能會需要先做一件事 就是先把 網路上面那個XML 先把它存檔 然後呢 你再去針對那個檔案 就可以解析了 比較麻煩的地方在這裡 因為它不支援直接把那個 字串拿來 不像那個Jason Jason Law 就是Loss 就是Loss的話 就是直接可以把 字串拿來解析 但是 這個Element Tree 它沒有支援 那你說老師 那是不是可以用 別的模組啊 別的套件啊 當然可以啦 不過試了很多種 發現這個最簡單 OK 所以 我就想說 沒關係轉個彎嘛 反正事情可以解決 那就OK了 所以呢 如果假設我們今天 我們接下來看 比如說我們還是以那個 PN2.5這個 上個禮拜好像最後講到這裡 所以 這個檔案的話 其實 PN2.5這邊 網路上當然有很多 XML的一些相關檔案 不過我們 原則上還是 用那個 PN2.5這個 來當練習好了 OK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 重點再回顧一下 來吧 好 好 好 很好